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是我采访的摄影师马洪杰 马洪杰他有一位亲戚称之为老三 因为这个老三他有小儿麻痹症找老婆比较困难 所以从1998年到2010年 马洪杰跟着老三拍摄了他到西部朝期的整个过程 今天我就和这期节目背后的声音设计杨帆聊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声音设计杨帆 爱哲 你是从一开始怎么发现马洪杰这个人 然后又是从他的照片里发现他会有这些故事 其实我知道马洪杰应该是比较早了 就是大概十年前我就看过 当时有一系列图片故事叫最后的耍猴人 马洪杰当时他是用了12年的时间 跟拍那个中国最后一批民间耍猴亿人 然后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吧 我那时候经常看南方周末嘛 然后看到了有一组报道 那组报道的专题叫 这儿与那儿 然后当时他们选了西部的一个镇 中原的一个村沿海的一条街 他们就跟拍了十年 然后每年都回去回访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如果你给他一个一段时间长度的话 就特别容易出好作品 就让时间来雕刻作品 所以我觉得像南方周末做的这种 他就可以说是文字纪录片 马洪杰这种就是图片纪录片 我们咱们做的就是声音纪录片嘛 当然我也希望咱们故事FM 也能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这样到时候我就可以找一个故事 去录个几十年 然后再有一个咱们不是特别强调 这个画面感的东西吗 所以我一直觉得摄影记者 他那个眼睛的观察力特别好 所以我非常想请马洪杰 来描述一下这个故事 然后因为你知道 我一般找故事的时候 其实记者是让我特别纠结的一种受访者 他们因为经常跑前线嘛 会遇到非常多的见闻 好的故事 但他们都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去看这个故事 但马洪杰去拍摄老三有所不同 因为老三是他的亲戚 马洪杰在其中也去参与讨价还价呀 给出主意呀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亲历者 让他的讲述就比较合适 就是我看他这些故事的时间跨度还是蛮长的 那当时这些照片里头 哪些是让你感触最深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咱们微信公众号里用的那张照片 他们几个人在那数钱 然后这样就明显的感觉 好像他们是在买卖那个女孩 有一种商品的感觉 然后当时我把这个声音素材 教给你的时候 这个故事结构教给你的时候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其实我第一印象里头 是他描述西海固那个地方 就那种特别荒凉 然后我想的第一个素材就是风声 就是那种 在那种西北的平原上面 寸草不生的那种荒芜的感觉 然后选了一些那种 那种哨声的风声 苍凉感的那一个音乐 有一点 所以就用了口风琴 那是口风琴的声 你不说我都注意不到 但我那种苍凉的感觉 我是捕捉到了 第二次就是感触特别深的那个场景 就是他们带去好多吃的 要牛肉 要刮面 然后就被那个家里人给藏起来了 然后每天给他做什么 我忘了那个叫什么 那种面片 然后吃了他最后自己味道 什么的 反正那段 就怎么说呢 就他最后其实那句话 让我挺难受的 他就是说那个 人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没有底线了 这个人性就没有底线了 对那一点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很同意的这个判断的 但是我是怕有一些人可能会误解 就是觉得是不是说那个 那歧视穷人 穷人怎么就道德就低下还是怎么着 其实这个倒不是这个角度去理解 主要是你处在那个环境当中 它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 完全是为生存去考虑 怎么有利于我保证基本的生存 所以我们用一些在城市当中长大的人 习惯的那种道德判断 去判断他们的作为 其实是行不通的 嗯 对然后出动我的也是这几个前后 是多少次 可能五六次 咱们可能故事里选了四次 然后其实实际上也比这个次数要多嘛 前后十几次吧 可能是 嗯 他这十几次就算是买老婆的这个经历吧 然后我其实当时想的 一个问题就是 他一直没有提到这些女孩本身 这些人就好像是都是同一个人一样 嗯 对 应该没有十几次那么多 但但次数也很多了 后来那个咱们不是又砍掉了几个例子吗 就是可能这几个例子也比较接近了 的确对他们来说 可能有那么几个参数 他的容貌怎么样 他教育程度怎么样 是否有身体残疾啊什么的 然后来估个价 所以其实 这些女孩子他们的个性 是不被关注的 就是 真的是有点商品属性 嗯 可能我这边最触动的 是第一个那个女孩 就是被下药的那个 比如说呢 他刚结婚 他女孩不上床 晚上就睡沙发 那睡了好长时间了 他才告诉他妈 他告诉他说 这媳妇不跟我睡觉 那当时的家人都急了 不睡觉怎么办 你就想办法吧 就哄哄女孩子 什么的 不行 说什么都不行 后来没办法 就说是放安眠药 安眠药一放 不就是他不知道了 上床睡觉了 这样两人就可以发生关系了 就传统接待的机会了嘛 当时放的是安定嘛 什么的 家里人拿了药以后 然后就把他放到饮料里头 他大概是放了十几片吧 因为放到一个一瓶饮料当中嘛 他可能只喝一杯 他有稀释作用嘛 但是不管多少 反正不行 人家女孩好像对我脑膜炎后遗症 对这个大脑不起什么作用 反正是也什么事没干成 后来这个婚姻呢 就彻底就完了 就此结束 这是第一段婚姻 《优优独播放》 那咱们听众对你前面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 你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也挺好奇这一点的 就是你最开始做给故事配乐 是从什么时候 我大概是从10年11年开始 一开始是舞蹈当代舞 然后我是本身是对这种画面感的东西 画面性的东西 本身就感兴趣 因为我从小学画画了 然后我就从那开始发现 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个小剧场的一个 首先就是反正玩乐队的时候就和乐队一起嘛 我自己觉得是一种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一起去完成一个作品 但是到那个5G是我第一次开始自己创作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然后我就发现我可能更喜欢做这个 然后在那之后 正好赶上歌德学院有一个项目 是给默片配乐 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后来这个项目也一直在持续 然后我当时选的 选我做的是27年的一个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长篇动画 就是一个1001页的一个故事 然后当时那个胶片呢 是在二战的时候 其实被毁掉了 后来是那年他们把被毁掉的那些胶片 又叫什么复原 然后复原回来 第一次在国内展 然后请我去在小夕天的电影资料馆 去演的现场 然后很遗憾的是没有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把这个 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创作那个音乐 然后后来就出了一张 就我自己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 就是和话剧导演合作的时候 发现就我先的阅读文本 肯定是要先拿剧本嘛 但这个也挺好的嘛 我以前也喜欢看剧本 然后就看剧本 然后自己写那个总结 就每一段每一段 哪段需要音乐 哪段是什么样的音乐 应该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然后先设计好 然后再跟他们交流嘛 然后再做出可能几种不同风格的小样 然后他去选看哪种更合适 那就是回到西部朝期这个故事啊 就是当时你给他配乐的时候 你觉得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有没有比较好玩的地方 其实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主要是他这个故事太沉重了 太沉重了 我真是觉得用什么东西能把它衬托着 能衬托住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然后还是我对他这种人生的理解 花了挺长时间去想这些的 但是其实做的时间非常快 做的时间可能大概一天就做完了 但是那个前后想的时间 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在想这个 最后我发现 其实就是那些没有被提到的那些女孩 那一个一个被就是被买的那些老婆 我觉得他站在他们的立场去写一条主线 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线索是就是女孩的一个情绪感受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个算是一个暗线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每一段每一段中间都有一些小停顿吧 作为转场 然后那些转场是站在马红杰和老三的 这个视角上的一种一个设计吧 我是选的第一次 马红杰他带着他的表弟老三 展开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我们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曲折 好像是这样了 对那是一个就是一个intro 然后开始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这几次转折 我都是用的同样的配器 但是只是行李和声节奏上在变 因为他这个转折实在是 就中国当下社会这种神转折了 所以就是在配器上 我其实用的挺乱的 包括二胡 包括萨满鼓 包括大鼓 然后包括和声器 然后包括彩样 然后吉他钢琴 就很多种乐器 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 用民乐去搭在一起 这种方法 就是今天 我就是在一种自然来的 人的 我就是 在另一个 我就是 就是 在一个 你最满意的是哪一段 我其实最满意的是结尾 结尾那段其实特别搞笑 就是我那时候没编出来 我就是编出了一个口风琴 到了下午就晚上 就马上就要 咱们不是六点就要发了吗 然后下午一点的时候 我到了 开始线编出来的 但那个时候就是突然一下就 反正就也是有灵感了 一下就找到那个感觉 就把这个结尾算是一个总结吧 就是做出来 对 我觉得 那结尾的起子的确实很悠长 但让我回外了很久 但是其实是在一个很紧张的 让大家做出来的 感谢观看 欢迎收听故事FM的故事幕后栏目 我是主国爱哲 声音设计杨帆 如果你对哪一期故事FM的幕后故事感兴趣的话 欢迎到留言里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给你讲一期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